宋庆 你出来 地面上那座小庙的门口边 又轻烟滚滚而出 很快凝聚出一位面容沧桑的老者模样 看到杨老头后 作医到底沉生道 败过神君 杨老头赤若罔闻 致是吩咐 准许你离开此地辖境 宝平周一周之内 你当年境界依旧 你此行是为倪平向曹氏子弟曹骏担任护道人 只要曹骏修补齐全了那座心湖剑池 你这一脉的宋氏子弟 必然在这场大事中绝集 享受人间荣华最少百年 以后你家子孙的境遇 福祸无门 为人自诏 那位老人只是阴魂形状 却仍有青烟 宁为常见玄挂腰间 见气已无 但是见意昂然 显而易见 老者生前必然是一位见士 听到杨老头的承诺后 老者灭露喜色 再次作医 谢神君恩典 杨老头随后一挥袖子 顿时有一张张金色符露遍布青烟老人全身 是保证阴雾老者行走天地间的护身符 后者神魂大定 气势暴涨 见意之胜 若非杨老头吐出的那一大口烟雾遮壁 恐怕就要气冲斗牛 惊动龙泉郡所有炼骑士 杨老头说 去吧 曹郡如今已经娶王大离京城 你可以直接了当跟他道明此事 宋庆啊 你若是胆敢坏了规矩 莫说是你宋庆当场魂飞魄散 我保证将你这一脉宋氏斩草除根 让你香火断绝 以后千年万年 再无你宋氏这一脉的半点痕迹 老者抱拳肃默 绝不敢冒犯神君 多说无意 我自会看着你行事 老者领命一闪而逝 杨老头在那位小妙鹦鹉消失后 抬起头望向浩然天下的厚重天幕 久久无言 最后他无奈地说 头顶三尺有神明 人在座天在看 若真是如此 有何至于此啊 却说建水山庄外的小镇 一座九楼二楼 在靠窗位置 一老一少相对而坐 吃着火锅 桌上摆满了菜碟 春笋 黄猴 羊羔肉 鹅肠 鸭血 当然 还有两壶好酒 以及一碟自己配置的鲜辣酱料 红残残的能让不吃辣的人头皮发麻 陈平安其实原本没这么能吃辣 但是熬不住宋老前辈在旁劝说 说九楼不下七八种的各色自制辣酱 少了一种都是汗式 陈平安这才硬着头皮全往碟子里边加了一勺子 由于宋宇梢从不在山庄和小镇以真实身份露面 所以啊 那位胖嘟嘟的酒楼掌柜的不知道什么输水国建胜 甚至不知道建水山庄的老庄主 只知道姓宋的老哥儿啊 是个懂行会吃的行家 不会辜负他的火锅和好酒 所以一见到老人带着朋友登门就很开心 亲自带他们上了二楼 挑了这么个好座位 从头到尾 这上菜端酒都不用电火去 全部都是掌柜自己亲自动手 陈平安吃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 可是敌不过美食当前呢 再说了 这次是自己结账 不尽量多吃一点 陈平安心里不得劲 宋宇梢看着放开肚子吃的少年 吃到扛不住辣的时候 还会傻乎乎的去喝一口酒 辣上加辣 真是欲先欲死 可筷子就是不愿放下 死死盯着火锅里马上可以下筷子的食物 宋宇梢跟着心情大好 比起以往来自独作独饮 老人下筷子其实要快了很多 宋宇梢提起一杯酒 不再以老夫自称 他突然说 陈平安 其实按照老规矩 我不该出现在水泻里的 五夫破镜就跟山上炼骑士闭关一样 最忌讳痛恨外人旁观 所以我自罚一杯 老人一饮而尽杯中酒 陈平安赶紧提起酒杯 使劲咽下嘴中食物 也陪着喝了一杯 而且又倒了一杯回敬老人 如果不是老前辈 我今天肯定 肯定连四庆的门槛 一步都跨不过去 我应该敬老前辈一杯 老人也跟着喝了一杯酒 宋宇梢望向窗外街道上 川流不息的场景 偶尔会有眼神停留片刻 其中有人在与他对视之后 会脸色微变迅速低头 宋宇梢微微一笑 他收回了视线 我当时之所以去水泄 是有件事必须当面告诉你 不管你今天能否破镜 在今夜都要离开山庄 不可以参加明天的武林盟主大典 陈平安依旧倒酒不停 只是下块夹菜的速度放慢了一些 他轻声问 有人想要对山庄不利 宋宇梢没有藏藏爷爷坦然笑道 来头极大 声势极大 但是与你陈平安无关便是了 老人举杯喝了口酒 这可不是瞧不起你和你的朋友 而是建水山庄的一些家务事 不方便江湖朋友插手 但是不管如何 身为主人却对客人下逐客令 不厚道 所有还需自罚一杯 你陈平安随意 陈平安还真就随意了 只是举杯小勉了一口 老人对此不以为意 继续夹起一筷子新鲜鹅肠 在火锅里边涮了一小会儿 就放入我辣酱碟子 轻轻搅和 在新鲜辣料当中啊 翻个滚 然后提筷子放入嘴中 陈平安欲言又止 咱们只管吃 不谈事情了 时间唯有美人 美景美食 三五罪不可辜负 陈平安便埋头吃东西 偶尔喝酒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再好吃的火锅 也有下最后一筷子的时候